哈喽大家好 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法国恐怖电影 霓虹恶魔 这部电影曾获得第69届嘎纳电影奖金棕吕奖 电影开始杰西是一名美丽的女孩 她怀着梦想来到了洛杉矶 想成为一名顶尖的模特 不久后杰西认识了一个女化妆师 这天她邀请杰西去酒吧一起玩 随后杰西便认识了两位职业模特 而他们二人对杰西的美貌十分嫉妒 接着样貌美丽的杰西去大公司面试被顺利录取 与此同时 音域的摄影师杰克被单纯的杰西吸引 杰克表示喜欢如此纯洁浪漫的她 晚上杰西回到了旅馆 刚打开门就发现家里有奇怪的东西 于是赶紧去找楼下的老板 老板带人打开门后 发现竟然是一只美洲狮 这下便将杰西臭骂了一顿 第二天之前的公司有一个新人测试 杰西当然没有放过机会去了 那位顶级摄影师看到杰西后 让杰西脱光 并且亲自在她身上抹着一些金粉装饰 杰西没有拒绝 接着有个知名的设计师 想要找一些模特参加时装秀 杰西虽然是个新人 但是因为美丽的样貌 还是被看中了 而之前极度她的两名职业模特之一 就被淘汰了 她在厕所用力地砸了镜子 伤到了刚好进来的杰西的手 而那位模特直接吸起了杰西的血液 这让杰西手足无措 赶忙逃离了这里 之后在走秀时 杰西又被安排成了压轴出场的人 这使得杰西大大膨胀 回到家后 杰西梦到旅店老板拿刀刺进了她的嘴里 惊醒的她听到门外传来了动静 接着隔壁传来了女孩子的哭叫声 害怕的杰西无奈只能给化妆师打电话求救 之后便连夜赶到了她家 让杰西没想到的是 女化妆师竟然想要和她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 杰西当然不愿意 她拒绝了女化妆师 随后参观起了化妆师的房子 并且还是穿了化妆师为她准备的衣服 而此时的化妆师 却正在和一个女师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 在房子里参观了一会儿后 杰西意外发现了之前的两名职业模特 紧接着化妆师出现 她和另外两名模特联手杀死了杰西 之后化妆师更是恐怖地用杰西的鲜血泡澡 而两名模特开始吃杰西的血肉 原来这几个人是一个以折磨美女为乐趣的女性组织 杰西的美貌引起了她们的注意 更是引起了她们的嫉妒 于是几人不惜杀掉杰西和她的血 一次满足自己想要变美的心 这部电影的摄影和剪辑特别出彩 背景音乐更是妖娆耐听 营造的环境和视觉效果特别棒 影射了时尚界的黑暗内幕 整部电影虽然没有鬼魂等 但是恐怖的氛围不亚于别的恐怖片 喜欢恐怖片的小伙伴不容错过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